深度明星访问 全新专辑推薦 亚洲主打星 亚洲主打星最懂你的心 本周的亚洲主打星是张栋梁 偶像歌手实在年华 张栋梁长假三年 换一场人生没有如果的选择练习题 一本书加一批三首 不想定义简单诉说 活在现实的真实 继2011年下半年推出 《别再惊动爱情》专辑之后 魁伟三年多的歌坛 张栋梁在暑假 特别推出了长假的文字影像书 以及三首全新的EP作品 之前在音乐及偶像剧中活跃 为什么三年不见 听说张栋梁不再视自己为偶像歌手 长假是什么 张栋梁在这一段伪退秀的假期里 到底都在干什么呢 我没你想象中的 回答 我也会害怕 你知道后会不会惊讶 我其实只想过小日子啊 你笑着说我要真想 我还是跟从前没两样 像爱过分开都一样挣扎 人们忙着喧响 人们忙着喧哗 说别人鲜花 能不能走下去还有待观察 我不会回答 我不会回答 先进庄 似水 年华 你会接受吗 你会接受吗 我会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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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接受吗 我会接受吗 我会接受吗 回答 现尽状 心水 年红 像爱我分开 都一样 复杂 只要我们 爱好 没别的牵挂 对自己 成是原来 不容易啊 我不懂 表达 现尽状 似水 年红 别急着 回答 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亚洲主打心 最懂你的心 本周的亚洲主打心是张栋梁 不在青春的少年发现了人生没有如果 唯有对自己负责的选择 而在面对十年的工作与人生框架中 企图找到自己的定位 甚至在提款发现户头只出不尽的恐慌里 还是决定不想照着别人给的舞台 不愿只有偶像歌手这条道路 在所有的选择题中 如果长假是条不归路 那么是否自己也愿意花上更多的年华去经验 关于向左走向右走的人生选择题 张栋梁三年间以身试法 勇敢体验 而这些框框标题里 换作是自己的人生问题 我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说不上艰难 像情歌太高康 唱不上 听过太多别人的感伤 我只想在人生里游到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上个欧上个手 情歌唱到欧 借给谁的温柔 不能回首 谁都曾经被寂寞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没什么大不难的伤痛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没有招呼 没有招呼 加油 你的天空 没有不同 别忧愁 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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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要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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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回头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就算沿途的风景 糟疼 暗的 亚洲主打心最懂你的心 本周的亚洲主打心是张栋梁 以往的所谓只能靠读书或努力的学无止境 现在真的有各式各样的路途选择 当打工换宿变成了一种青春的生活模式 当一日三餐跟来去乡下住一晚的自然风情 成为了普罗大众的渴望 在人生中要怎样前进 在众多选项里哪一个最适合自己 而那原本我们以为无所事事的长假 或许也可以换一个正面态度 成为人生旅程中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繁忙的大街 没表情的脸 我活在今天 跟回忆缠绵 迷路的少年 已经不再抱怨 爱情像一只蝴蝶 脆弱却让人想念 它总是忽隐忽写 我心中的花园 像昨天高年 跟伤口痕结 别哭丧着脸 我不再扮演 青春的少年 你也不必留恋 走过不安的岁月 牺牲多少的睡眠 终于对快乐 不再贪得无言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换另一种生活 有什么结果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没有坦靠星座 会不会落空 只能放手一搏 游记的地铁 多少梦浮现 多少梦幻灭 喜欢去看边 丑浪的笑脸 总算学会妥协 护上打牙的谎言 微笑迎对着敷衍 终于学会用温柔 对抗世界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换另一种生活 有什么结果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没有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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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落空 偶尔挂点 那些深夜 理想很远 怎么实现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重新让你选过 你会选什么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没有曾经 没有曾经 幸福 会不会落空 只能放生一搏 只能放生一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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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